對腦有敏感 對腦有敏感 不是害怕 不是,真的對腦有敏感 是我小學三、四年後的醫院 我是否割皮 不…晚上真的忍不住,很急 姑娘可否扶我去洗手間 她說不用那麼麻煩 有沒有人因為有點意外、病 等下要睡過醫院,要入院接受治療 她病不算 即是入院經歷 對 我有敲喘 我經常發高燒 而且我會對食物有敏感 因為我的臉都紅了 當時不知道對哪種食物有敏感 當時我還很小 可能是幼稚園的時間 所以我送去醫院 送去醫院後 檢查我對甚麼食物有敏感 對甚麼有敏感 對腦有敏感 對腦有敏感,不是害怕 不是,真的對腦有敏感 但你很可悲 我們要出節目 波波對腦有敏感 對 要送食物到哪裡 因為… 至於是很敏感 很敏感 對,整個臉都紅了 整身都紅了,真的超敏感 但她檢查時還要抽我的骨髓 因為我太小了 抽骨髓嗎? 抽骨髓? 就是抽骨髓的檢查 很痛 我還跟媽媽說沒事的… 很快就抽完 你這麼成熟,我不是媽媽的嗎? 對,因為我的目標 最後你吸服了對奶的敏感 不,後來長大了 就好像對奶沒什麼事了 對奶沒什麼事了 對奶有好感 我先說最有趣的那次 最有趣的是我小學三、四年班 我是否割皮 不是… 割手指皮 三、四年班入醫院 當時不知為何不斷發故事 發了三、四天 看了幾次,吃完抗生素也好不回 後夜就入醫院 然後上到病房 其實吃了兩、三天後我好起來 但不知為何要留在那裡 留一個星期 最開心的事是進來 那間房… 任看電視 不是,那間房間有六張床 六張床旁邊的都是一、兩年班 有兩個兩、三歲的小朋友 他們的父母會經常來 天天都好像開派對 喪玩爆舌荷蘿 會一起吃東西 陳文後,吃東西吧 然後大家也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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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然後還免... 又不用上學 對,感覺很溫暖 媽媽定時定後帶食物上來 又吃餅又喝牛奶 那時候很開心 對小朋友來說可能入醫院 在那裡 是開心的事 是父母要照顧的森林 對 你還這麼高興 還有其他的父母也會來 那面醫院變得很熱鬧 小病是福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試過 入醫院, 留院是要做手術的那種 全身麻醉的那種? 沒有 有沒有試過推進手術室? 我有試過, 我試過 當時打球弄到, 裂了半月板 之後要做手術入醫院 要全身麻醉, 很有趣 然後他給我吸收的東西 感覺簡直是超級特別 他會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徐文豪, 今年幾歲? 18歲, 在哪裡讀書? 是HKCC 問到你在睡覺 不是睡著, 是昏迷了昏迷 你好像昏迷一聲沒有意識 我也有問過, 要麻醉做手術的經驗 有時候, 例如他給你吸收之前 我一給你吸收, 你就數一數字 通常數到10之前就會昏迷 然後我伯父回家就說 有沒有這麼厲害?一吸上去… 你伯父跟他鬥氣? 對, 他就說 24, 2, 1 對, 有數字, 有數字, 有數字 會不會數到10之前 就已經10秒也不夠昏迷 誰知道他一吸就是… 1、2、3 他伯父最耽誤 例如也可以到七、八個 之後是不會做夢的 不會像你睡覺有睡醒的跡象 是不會做夢的 整個閃爍的過程 我只會用腳, 我不能自己去廁所 晚上, 忍不住, 很急 我就按鈕叫姑娘 那個時候有些姑娘又年輕 原來是男武士 二十多歲 還有年輕的女姑娘來到 又去不了洗手間 對, 又去不了 姑娘可否扶我去洗手間 他說不用這麼麻煩 然後他給我一個鴨, 這叫鴨仔 就是一個瓶子 尿壺 去…打算放進去 但其實去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習慣, 不是站在廁所面前去 對, 坐在我 你要我坐在這裡, 要賴出來 為什麼要賴出來, 是要賴出來 我們切身處理想想 例如我們躺在這裡, 直腳做完手術 如果要賴, 是否打擲一個人 放一個瓶子在旁邊, 扔進去 這樣套進去, 然後就這樣… 如果這樣躺平, 他真的賴不住 那就倒流了, 地心吸力 賴不住 跟你心理反後 二十多年來的習慣 站在這裡, 然後對著尿兜 很正確地去做, 完全有兩個感覺 你會覺得好像是失禁的感覺 如果你反過來, 做計劃的動作 這樣頂著, 把尿兜在下面 立即打擾了 立即打擾了